小日子的综艺有多会整活 为了整我艺人 什么损招都想得出来 今天他们又叫来艺人们看录像了 第一个倒霉蛋是小田 他被节目组忽悠过来看朋友的结婚录像 至于是哪个朋友 他半天都没有看清 不过还是感叹年轻人真会玩 然后 整个房间都安静了 只剩下小伙的哀嚎 差点给小田的心脏病吓出来 吓一个倒霉蛋是姓佑妹子 这妹子是真漂亮啊 看到一群男的玩这么危险的动作 妹子也是有点担心啊 生怕出事了 然后 真的出事了 只不过出事的对象是他自己 这个妹子吓得有些不知所措 不过这个小伙也真是惨 也不知道被扔了多少次了 妹子就这么呆呆地看着他 等缓过神来 手都在不停地颤抖 第三个倒霉蛋是小春 也是个很可爱的妹子 看录像也是看得特别认真 给妹子吓得不停地尖叫 倒是小伙 感觉再摔几次 他就得被送走了 下一个倒霉蛋是乔伊 为了迎合他的喜好 节目组准备的是自行车比赛的视频 视频的最后 一辆车静止冲了过来 没想到反应最大的竟然是男的 最后一个倒霉蛋是肉杉 他看起来心情不错呀 就是不知道大伙他笑不笑的出来了 好家伙身上的肉都在颤 小伙更是连画面都没了 我怀疑是被抬走了 我们给他 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 好